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或是平凡生活的翩翩起舞 或是热烈的渴望打破世俗的生命力 我们探访 挖掘 记录当代故事 听他人 关自己 我坐后面好了 准备要见到东西了 还是蛮激动的 有很多想分享的东西 之前那次访谈一二年的时候 自己其实都不敢看 因为那时候年纪太小了 就有很多问题 当时没有表达清楚的 可能就一句话就带过了 回想起他当时就是一个小孩 天才少女 曾经攀到过事业的最巅峰 然后经历人生低谷 就把所有人的期待 都往自己身上背 所以一三年的时候 就一下子压垮了 那个时候在游的过程中 我是产生了心理的恐惧 所以我会在中途就放弃了 是很绝望的那段时间 嗨 何欲姐 十一年之后再看他 你明显感到他变成了一个 成熟的年轻人 你会怎么样定义现在的你 我觉得现在的我就是 依然很热爱游泳 然后依然也很渴望比赛 这比赛还依然有 不会比当年要少的激情 但是我不会再被结果绑住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的心态是真正准备好了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节目由豆本豆植物有机豆奶 冠名播出 豆奶牛奶换着喝 营养更均衡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由25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的 燕之屋特约播出 你现在回想哪一场比赛 是让你自己最激动 最刻骨铭心的 曾经是肯定是 12年奥运会的400回 因为那场比赛 我觉得最后50名 一定是激发潜能了 赛前我的技术和战术 我的考虑是 我洋用的时候 一定是要比我边上的 那个美国的选手 我要比他快一秒 他应该在我这儿吧 对 但实际上的操作是 我比他慢了一个身位 我已经被他拉开了一个身位 一个身位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就完全不在我的 那个计划之中了 哇油快要倒边 快要转自用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身位的距离 我是能追得回来的 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所以我刚转过来 第一个25我就开始发力 我就想先抄掉再说 抄过了之后 我就怕他要追上我 为什么我要保持住我的优势 我就拼一往前游 剩下最后50米的时候 我就想 天哪 我是要拿奥运冠军了吗 越想越激动 然后就越游越快 最后倒边 我看到那个成绩的时候 我其实是懵的 28秒43 有些是8 我想 为什么是8 我游了38秒也太慢了吧 然后边上我的队友李全勋 他说你破世界纪录了 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就是那场比赛 对我来说 真的是很惊喜 有没有你最遗憾的最伤心的一场比赛 要是以前看来还是13年的试景赛吧 就觉得自己摔得很深 但那个我觉得它不是伤心 它应该是一种无力感 那个时候在游的过程中 我是产生了心里的恐惧 200混和400混 游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突然承受不了那种压力了 我觉得太痛苦了 我觉得我可能追不上了 因为我已经被甩开有大概两个身位的距离 我就开始质疑自己 从那时候开始 我之后的每一场比赛 好像都逃脱不了这个阴影 那种恐惧是恐惧什么的 比如我从上场听到观众的掌声 欢呼声那一刻就已经 就已经开始恐惧了 我就已经开始担心 我今天到底能不能拿冠军 第二是不可以接受 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点极端了 自己的思想 因为你获得了冠军之后 你会觉得大家都在看着你 大家都在期待你的成绩 我就觉得好像我肩上有了一份责任 然后我就会把这份责任看得特别重 就把所有人的期待都往自己身上背 所以13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压垮了 大家会拿我那个时候的成绩 去和巅峰时期对比 所以大家会说 我是跌入谷底 其实我现在回看 那个时候的成绩也不错 在现在都能排到世界前进名 只是我包括周围的人 对我的要求比较高 那你当然是能够以什么样的办法 去疏解这些自己内心的痛苦压力 比如说我这段时期 我真的是训练一点都没有办法油快 我就会想 我是哪里哪里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如果我觉得肌肉很硬 我就尝试去泡那个冷热水浴 去缓解肌肉的问题 然后包括失眠 也想了很多的办法 效果肯定是有一些 但是还是微不足道吧 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所以会觉得就像一个无头苍蝇 我永远是在那个黑暗的地方 窜来窜去窜来窜去 就是找不到出口 是很绝望的那种事情 你会跟教练说这些吗 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教练对我还是比较严厉的 我感觉 我那个时候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 鼓励和安慰吧 他可能会在我比赛 就是失利的时候 他会给我一些鼓励和安慰 他会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你训练的时候 你该做好的 你是必须得做好 你该达到我的要求 你是必须要达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一条路 特别孤独 那个时候感觉 好像没有人能够明白我的感受 其实运动就是很孤独 因为我们其实到最后都是在和自己比 而不是在跟对手比 特别像游泳之下运动 你平时训练的过程中 你也是很孤独 你没有人可以聊天 你是自己一个人在跟水相处 像这样的痛苦 是不是只有处于同样位置 有同样经历的运动员 才能够体会 是 所以你没有什么人可以去倾诉这些 对 我没有人可以去倾诉 所以我当时其实有去尝试去看很多优秀运动员的自传 我看了李娜姐的独自上场 然后也有看菲尔普斯的自传 就从他们的经历当中 其实我看到了他们对游泳的热爱 包括他们的那一份执着 虽然说没有能够解开我心中的疑惑吧 但是也给了我很多力量 至少让我在那段时间没有说我想要去放弃游泳这项运动 我还是想坚持下去 那奥运冠军之前 我其实人生是非常有目标的 我每一个阶段我都是冲着下一个目标去前进 然后我会充满激情地去渴望胜利渴望比赛 但是当我获得奥运冠军之后 我感觉我好像一下子人生失去了方向 我小时候的梦想都完成了 那我下一步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就开始迷茫了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有道理的一个困惑 因为我所有的冠军都拿了一遍 那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就一切再从来一遍吗 对 我就一下子好像没有激情去支撑我了 就开始往回看了 我就不再往前看了 我就担心大家会不会追上我 这个时候就会想要守住这个金牌 守住这些荣誉 所以就很累 经历过那段时期之后 到17年的时候 自己再去回看之前过往所有的经历 就会发现 其实我只是始终没有摘下我这个光环而已 我始终把自己就是框在那个 我是奥运冠军 我是大满贯 所以我应该拿冠军 就框在这个框里 我就想我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态 我完全没有任何顾虑 我觉得我就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可以放开手去拼 那你一旦套上这个光环之后 你就畏手畏脚 我现在的心态就很简单 我觉得只要把我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过程都做好 那结果顺其自然 它自然而然 你做好了 结果就是好的 你后来会愿意经常去回看 自己伦敦的那个比赛吗 14年15年16年 我其实经常会回看 我会想用那段视频来激励自己 然后我会告诉自己 你还是很棒的 但其实那段时间 我还是没有从那个光环里面走出来 我始终告诉自己 我还会回到巅峰 但是到底什么是巅峰呢 它其实只是你那一刻 所创下的成绩而已 但是它都已经过去了 只是人真的应该要向前看 应该要跟现在的自己去对比 甚至说去超越现在的自己 而不是跟自己以前的巅峰时期去对比 我是真正从17年开始 才放下这个光环 我就决定 我还是热爱游泳的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那我就决定我要继续练 我要可以做到 我是从零开始 我是一张白纸 哪怕我现在从全国比赛的前16开始 往前进 一步一步到前8到第一名 跟我以前走过的路一样 一步步来 我都愿意去做 我都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的心态是真正准备好 像19年的世界赛 我就是也是经历了 清华17年的一年读书之后 全部都放下之后 回到泳池 然后参加的第一场国际大赛 叶士文要加油 我连了差不多了 我又差不多了 有机会 最后的几下 看叶士文的 叶士文 好的 叶士文一块银牌 虽然拿了第二名 但是我非常开心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不再觉得第二名是失败了 我觉得那是一场 我战胜自己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非常享受 非常过瘾 我觉得这段经历 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至少它塑造了现在的我 你会怎么样定义现在的你 我觉得现在的我就是 依然很热爱游泳 然后依然也很渴望比赛 对比赛还依然有 不会比当年要少的激情 但是我不会再被结果绑住了 伦敦奥运会2012年 那个时候它才只有16岁 它的能力足以承受 那份巨大的荣誉 但它的心智根本没有准备好 这是老天赐给它的一个礼物 但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和陷阱 这可能几乎是每一个天才少年 都需要经历的一个人生的考验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 其实都是相对晚熟的 我们可能只有到了30岁的时候 甚至更晚 你才能够正确去面对 人生的得失 成败 荣辱 你想象这些经历 这些考验 让你在十几岁就去面对 怎么可能呢 但它的幸运在于 它最后能够走出来 我为它高兴 也为它骄傲 你头发短了 对 我前两天刚剪 是因为要训练 所以剪 因为有帽就是得塞头发 你之前有多长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养的挺长的 已经快到肩膀了 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还是给它剪了 那你大部分训练还是在杭州 近期都在杭州 我们现在去你们系是吧 对 去C楼 我去入校办一个注册 刷个脸 那你的具体专业又叫什么 就是法学专业 因为现在还没有分方向 你们本科是四年还是五年 所以今年就是等于最后一个学期了 对 因为去年把学分都修完了 今年就是一个论文了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专心的备战了 你先论文到什么程度了 论文刚刚起了个头 刚刚把方向定下来 答辩要到夏天 对 6月份 我们是6月份答辩 那你这两年会很充实啊 是的 非常的充实 训练和学习铺得满满的 我是17年有在这边读了整整一年 然后去年也读了整整一年 所以你还算是过了比较正常的大学生活 对 是这里吗 对 是这个里面 这是全清华的学生资格中心 然后这一栋楼里面还有理发的 因为之前疫情严重的时候 学生也出不去 大家就都在这边 然后各种都可以自助打印 对 还有银行 等一下 排一下对 还可以打印成绩单 是的 看到成绩单的三个字 对啊 对啊 我也是 我当时很喜欢买清华大学的信封 给人家写信 就感觉很有面子 是的 是的 我一会买很多口罩 送到自己 是吧 真的吗 那我用 这样就好了 对 这样就好了 这么简单 非常简洁 这么就简单了 对 现在大学生活好高科技啊 是的 大家感觉那种就是线下的 那种交流互动的感觉 那种交流互动就会少很多 是吧 对 你在清华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吗 社团活动倒是没有时间参加 不过之前参加过一个马约翰杯 我上次去游了一个接力 游了50名 真的啊 你们清华那个游泳队 就是很厉害的 清华游泳队的教练 他以前也是国家队的运动员 我之前就是 是谁啊 前面 王毅 17年的时候在这边上课 我就每天下午练一堂课 我是跟他练的 一堂课四千多米 原来国家队的是不是很多队员 后来都是在清华 对 想学 杨倩和科捷 对 杨倩 还有140 都在清华 对 有的时候下课还要抢座位 就是食堂基本上是没有空的 而且骑车技术一定要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下课的时候 到了那个点路上 某一条路 那是全是车 这样的场面已经好久没有见到 其实在上清华之前 你的生活某种程度是不太接地气的 不太接地气 因为就是运动队特别单纯的生活 非常单一 非常枯燥 甚至是年纪小的时候 还没有自己的很多的思想 教练都帮你布置好了 都帮你思考过了 你只要去执行就可以 就是感觉以前都活在童话故事里面一样 不是很落地吧 所以到清华那几年 其实你开始真正接触社会 嗯 接触社会 真正的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 前阵子刚考了个证 你考了那个什么 摩托车证 你为什么会想考摩托车证 就觉得很刺激很有意思 就觉得是一个挑战吧 因为感觉骑摩托车很酷 六月份考完是放假的时候 在家就有看到那些摩托车的视频 看着看着又觉得还是很吸引我 我想那就去考一个证吧 就骑得慢一点 稍微就注意一下安全就要好 嗯 但是你一旦到就是训练比赛中期的话 像你这些兴趣爱好都要暂时 都得先暂时放到一边 就是在我暂时没有比赛和训练任务的时候 我愿意去尝试很多新鲜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这个阶段是有备战任务的 那可能我会牺牲掉很多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其实以前就很喜欢一些刺激的东西 比如说去我很想去跳伞 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过山车啊那些跳楼机啊我都很喜欢 那你喜欢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跟速度有关系 对跟速度有关 好像都很刺激 而且是要摆脱掉某种重力的束缚 那都是你在就是上大学期间 有一段时间远离泳池的时候做了一些尝试 对去尝试的一些东西 很过瘾很过瘾 就是感觉我的生活好像不仅仅是游泳 我还可以有别的东西 就是十八九岁到大学 然后二十出头那段时间上学 然后谈恋爱 但这一切可能以前你在运动队的时候 你很难去体会 去实现的 对 那你体验到爱情的经历了吗 还没有 我爸妈也是说 你去契华找个男朋友吧 但是我也是擦亮眼睛 在等待缘分的到来 你爸妈会催促你吗 催 他们就经常催 我就想要开始给我相亲 但他们试了几次之后 发现无果 最近好像也不怎么提了 上学的压力大不大 挺大的 那个文化知识的积累确实还不够嘛 再加上一下子从体育的这个 转入到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 然后又有那么多的 规则也好 体系也好 就是你会觉得 像听天书一样 挺受挫的吧 因为在这个领域我做得很好 就是接近顶尖的水平 然后一下子到另外一个领域 觉得自己就是跟一个白痴一样 尤其身边都是一些尖子的学生 学霸 对 但这不会让你焦虑吗 也会让我焦虑 就是我会觉得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学得很慢 我花很多的时间 想要去理解这些理论性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我能理解的 也就只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所以我会觉得完全跟不上这个进度 我会觉得 哇 我到时候考试该怎么办 我好像还是没有弄懂 那怎么办 最后怎么能够 就是花很多时间 我就是把上课的老师的讲课全部录下来 回到房间自己再花两三个小时 再去听一遍 就每一天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 可能这种忙碌和新的焦虑 让你彻底忘掉了过去的那种焦虑 对对对 就是从那个环境里出来了 这是一种很好的转换吧 就是在我承受学业上压力的时候 游泳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种调剂品了 但你当时恰恰选了一个最难的一个专业 选了法学的专业 一般可能大家选 选运动这方面 或者选精管 相对来说会压力小一些 当时其实首先是法学院选择了我 我们是双向选择 教练包括我父母都说 其实学法律对你以后将来来说是很好的事情 那我就很相信他们 我就觉得那也好 我就决定选择法律 但确实我觉得多学学法律 看看条文逻辑思维是会有提升的 多懂一点法律知识 其实对自己没有坏出 所以清华这一段时间 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因为清华我觉得是我人心中的节点吧 因为以往去清华报到的时候 大家都很热情 围过来啊跟我打招呼啊 但是17年的时候会明显感受到一种落差感 一开始确实接受不了这个落差 你指的接受不了落差是接受不了 大家突然对你是一种很漠然的一种 对对对 这种落差 突然就发现 原来真的我现在就是成绩并没有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冷淡 但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啊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落差感它就是一个切入点 它让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 回看我之前的那些经历 不管是巅峰也好 之后走到低谷迷茫期也好 就是会去反思很多东西 跳到水里我就觉得 啊 所有烦恼都没有了 一会儿要下水游一游 我觉得他现在状态很轻松 因为东京奥运会会把太多的悲情的东西 放在他身上 其实东京那段时间我是觉得很可惜的 不得不承认 年龄大了之后恢复确实会慢 我如果有一个12秒刚刚好达到那个标 去参加比赛 我也会觉得很不光彩 好 从这进去 好 从这进去是吧 我们上去是吧 谢谢老师 从上面看一下这个泳池 老年场子 我说一下 中午这个阶段是老年场子 你一下去年龄瞬间就降低了 老年人现在特别厉害 他们一口气都能游个1000到2000米 天哪 不停的 这一个直到是多少年 直到是50米 50米 一圈就是100米 但是在水里面游1000米泪还是跑1000米泪 对我来说跑1000米泪 对我来说跑1000米泪 因为我们游游运动员的脚腕都特别软 从小得压脚腕 脚腕是很细的吧 脚腕 对 我脚腕还是挺细的 全身上下最细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岸上就不行 因为脚腕太软 支撑不住 跑步的时候就跟软脚蟹一样 跑步吃亏 对 一直在运动的环境里 我会觉得学习好烧脑 就是你学完一堂课之后 觉得自己精神很累 所以每天跳到水里 我就觉得所有烦恼都没有了 一会儿要下水游一游 让你去吧 好的 我是换一下状态 他们已经在那边 等我出现 让叔叔阿姨们看看你的才能和实力 我觉得现在状态很轻松 然后我会觉得生命就很神奇 你想在这个场地里边 然后有最普通的 喜欢游泳的普通人 此时此刻还有一个 世界顶尖的奥运选手 因为我以前认为 奥运选手就是待在奥运场馆里面 普通的业余的游泳爱好 就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就你很少想过 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同时存在 这种感觉就很好玩 所以刚才我们俩坐在这 发现这个场地是老年场 会觉得很可爱 这时候你会发现 游泳其实不仅仅是竞赛 它是一种生活 体育应该就是生活 就老天他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浪费他的才华 然后如果你有这个才华的话 你一定会喜欢这件事情 就会热爱游泳 是 我非常热爱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是热爱 喜欢的话你可能遇到过挫折 遇到过那么多大起大落 甚至是很多年的一个 在所谓大家眼中的一个低谷期 你可能会选择放弃了 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我仍然觉得 我好像还是爱游泳 我还是要回来 但是有一个契机 雅加达亚运会 每一场直播我都看 看的时候我真的 我就是那个兴奋程度 热血沸腾 热血沸腾 我觉得我好渴望 哪一场比赛你最沸腾 我队友 刘亚欣他拿了亚运会冠军 他有200养 我就是看到他夺冠的时候 我很为他开心 但是我同时又很渴望 我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赛场上 很渴望自己就在那拼搏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突然意识到 我还是很热爱游泳的 因为那个时候 教练让我去读书 也是希望我转换一下环境 转换一下心态 但他更希望的是 我已经可以把中心放在学业上 就是游泳也可以慢慢地放下 但是我自己其实 始终没有说决定要退役 考虑过吗 没考虑过 我没考虑 就退役这个事不是一个选项 压根不是一个选项 压根不是一个选项 那那时候你已经有多长时间 没有就专业的训练 我那个时候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是每一天就练一堂课 其实是不太系统 就在清华的游泳馆 对 就在那边 当我决定好要回到泳池的时候 我是设想好之后 会吃的所有的苦 你当时的身体的状态也有不同 比如以前有的肌肉 一段时间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对 已经没有了 对 要恢复的这个过程 我知道是很艰辛的 一定是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 包括恢复的过程 你可能跟在后面 你跟不上 你落在后面那种心情 那种焦急的心情 教练也不会来管你 就是我全部都设想了一遍 会遇到的困难 但你怎么知道你能够接受呢 就是因为我足够热爱 然后我也做好了 我哪怕我回到泳池 我最后什么也没有练出来 我都能接受 我只要去追求我 我想要的那种突破就可以了 只要去拼尽全力 然后把过程做好 我就觉得很快乐 我们一般也会说 奥昂说体育 就是重在那个参与的那个过程 体育的意义不只在于结果 但是你身陷其中 完全不在意结果 又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经济体育它最残酷的这一点 就是它确实只看结果 没有人会来在意你 过程中复苏了多少 也没有人在意你 训练练的到底有多好 它只是看你有没有 在比赛的时候发挥出来 所以这一点是很现实的 这一点也是 我们选择作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你就要做好的准备 喜欢你的这些观众 他会本能地把自己爱的运动员 如果他经历了一些挫折的话 会给他赋予一个悲情的一个色彩 东京那一段 能用悲情来形容吗 也不能用悲情来形容 其实东京那段时间 我是觉得挺可惜的 因为我水上练得非常好 那段时间可以说 已经接近我 巅峰时期的训练成绩了 我非常期待有一场比赛 那因为我当时 路上的训练也练得很猛 就是水上跟路上 它顶到一起了 那一劲是拧着的 对 然后我身体确实不得不承认 年龄大了之后 恢复确实会慢 就有一点体力透支的情况吧 就是过度疲劳了 所以没有能够赶上东京 所以我觉得有些遗憾 那当你真的知道 自己去不了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个遗憾有多少 还是已经是 很平静地在接受 我是很平静地在接受 因为选拔赛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 我去参加这个比赛 没有意义 我必须要有十秒以内 甚至更好的成绩和能力 我才能够在世界的赛场上 有竞争力 我如果有一个12秒 刚刚好达到那个标 去参加比赛 我也会觉得很不光彩 所以对你来说 你的标准依然是高于 很多人的标准 就是对我来说 仅仅参加是不够的 我既然要参加 我就会想要把它做好 要有某种的精彩的呈现才行 对 其实当时很多朋友 都会过来安慰我 我说我好像还好 我既然去不了 那我就安心地备战成运会吧 所以成运会的结果就非常好 因为我很快地从那个情绪里出来了 因为你有了下一个目标之后 其实你会更加专注于这个阶段 你应该做什么事情 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杂念了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有25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的 燕之屋特约播出 你的父母能够了解 你现在对于亚运会 对于奥运会的那种 渴望跟安排 对他们现在可以接受 因为我觉得拼命全力 我就对得起所有人 巴黎是终点吗 或许巴黎之后的成运会 我还会想要再冲击一下 或许巴黎就是终点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本节目由豆本豆 植物有机豆奶冠名播出 豆奶牛奶换着喝 营养更均衡 你游了多少圈 游了将近一千米 刚才游了一下 就感觉有点饿了 是吗 只要一有消耗这个胃口就特别好 但是我现在饿了可以吃下一头牛了 你们在正式的就是正常的训练期间 每天游多少米 大概运动量是多少 如果是东迅备战的话 一堂课就最多的时候 七千到八千 那一天几堂课呢 一天就两堂课 就是一万六 我教练我父母总是会说 你年纪那么大了 你要早点休息 多花点时间去恢复 去放松 只有在体育这个领域 一个二十六岁的人 会不会说 你年纪大了 是的 我会看到很多国外的运动员 都已经生完孩子了 还继续回到泳池 我每次想到这 我就会觉得 年龄不是问题 你喝什么咖啡 我就喝美式就好 那我要给拿体内 他已经快饿了 我已经快饿扁了 吃两口 你的奶油意面来了 快让他吃 谢谢 你现阶段已经 课业应该没有那么重了吧 嗯 现阶段 因为学分都基本上修完了嘛 嗯 等于你前三年的课业 还蛮重的 嗯 每个学期都有十几门课 我17年的时候 就选了15门课 那当时还有 每天还要训练一堂课嘛 哇 基本上是满满当当的 那现在可能又开始 恢复一点运动员的 那种生活节奏 对 就是全天都是训练 比如说饮食方面 那还是需要比较注意 特别是蛋白质的补充啊 嗯 对啊 因为运动员跟学生 身份不同的话 就你的饮食 肯定是要会有一些变化 嗯 当运动员的时候 你可能更加注意 营养均衡 嗯 然后在学生的时候 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大 很吃的也比较少 可以喝点豆本豆植物 有机全豆奶 嗯 它里面是植物蛋白 然后没有什么添加 也没有胆固醇 比较健康 对运动员很好 对啊 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 蛋白质 然后豆奶跟牛奶 可以搭配在一起喝 嗯 这样植物蛋白 动物蛋白就都有了 而且还挺香的 很好 很健康 你们又不能喝什么饮料 就喝这个还蛮好的 饮料对我们来说 都太甜了 糖分太高 我们是那种 不能不吃主食 因为不吃主食 就会连不动 因为主食它是糖嘛 糖就是给我们提供功能的 如果说糖燃烧完了 它可能再会是燃烧脂肪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剩下个事 没多久 我就从祖里最后一个 就从当时换期 还往返方的那个小孩 就一下子 流到祖里第一名了 你爸爸的梦想 也跟你一样 就一点一点的 嗯 看到一个可能性之后 然后梦想往前进一步 对对对对 而且 他在培养我的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 他的方式是 让我觉得特别舒服的 就是在我想要辛苦的时候 他们会鼓励我 但在我想要退缩的时候 他们会给我一些力量 原生家庭太重要了 是 但其实我们家以前 是我小的时候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 我爸死了工作 是我妈妈 就他一个人 在维持整个家庭 近几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才提起的 我爸妈就是觉得 只要家里亲人 有一个生病了 可能他们就会撑不住了 所以我觉得 有一点像在赌 就是我换位思考 我觉得我是不敢去赌的 你现在还失眠吗 现在不失眠了 我自从读了书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失眠过 你失眠其实也是 伦敦之后才开始失眠 其实伦敦之前 我是进到国家队的时候 10年年底 因为我是属于一个 挺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换一个环境之后 我就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省队的氛围 可能你平时训练 大家还可以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 但是到了国家队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氛围 就是你无形中 感受到一种压力 这个时候 包括我的教练 当时对我也是比较严厉 我会觉得我每一堂课 我都拼尽全力去做 可能还得不到他的肯定 所以我是一直处于一个 精神比较紧绷的状态 那个时候是比较有压力的 但其实那时候 你对自己还没有 太高的那个奢求 你还没有想 我要去奥运会怎样 我要在奥运会上 我要站在什么地方 拿什么橙色的牌子 其实那些压力还是没有 对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 那个时候只是 刚刚拿了全国冠军 但是就这种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已经开始显现了 因为真的很在意每一堂课 那段时间是真的非常挣扎的 我每天躺在床上 真的毫不夸张 我的枕头都是湿透了 我才能入睡 一直在流泪 一直就是很想家 但是也不敢跟父母诉苦 就感觉跟他们说了 他们也要失眠 那还不如就不说 挺孤独的吧 因为教练也比较严厉 就感觉无依无靠的 那个时候 天哪 一先回看那小孩 我觉得很心疼那小孩 对 我觉得自己也蛮坚强的那时候 也不知道是怎么顶过来的 那阵子 是所有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 就远离家人 到了运动队之后 可能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都会有这个阶段 因为你换一个环境 大家肯定都不适应 这是每一个运动员必经的 你必须要有一颗 能够承受压力的内心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是很幸运的 就是我早早地 就把这些该受的苦 都先经历一遍 但是不是每一个 几乎每一个顶尖运动员 他其实内心 都会有这样的一段 挣扎的时期 一定是有 就像我从全国冠军 一直到奥运冠军 这个过程 在大家眼里 她就是一个天才少女 她就是很有天赋 对 我觉得那基本上 就是一个无缝衔接 是丝滑的 是丝滑的 就一步一步就拿到了 大家都说 以前介绍我的时候 说这是一个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 以前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还是 我会觉得有点难过 我不想承认 我觉得 那不就否定了 我的努力吗 但是其实在那段时间 大家看来 很顺利的这个过程 其实没有人知道 我经历了多少 你知道你依然是 拼尽全力的和痛苦 对 只是大家看不到 那我觉得你爸你妈 还是心脏还蛮坚强的 是的 你承受着那一段 就是从巅峰 往下走不顺利的时候 他们应该也是 都明白 但是爱莫能助 对 12年之后 我不太会去看 网上的那些评论 我是比较沉浸在 自己世界里 但是我爸妈会看 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网友 骂得有多难听 我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经历了网报 等到了1415年的时候 无意间 就是刷到以前的微博 然后点开评论 就是才意识到 有那么多人在骂我 所以那时候你屏蔽掉这些 但你的父母 是每天在吸收这些 没错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他们说 都睡不好觉 然后 他们俩也失眠吧 他们失眠 掉眼泪 然后心疼我 然后越心疼 越要去网上看 然后还也会帮我 回怼那些不好的言论 我幸好我不怎么去看那些 如果真的那个时候 比如说在13年14年 我看了这些评论 我可能真的会走不出来 我可能真的会觉得很受伤 然后你爸妈 也没有特别参与你的事业 他们没有特别参与 他们只是负责 后勤 后勤 对 不会说是你团队的一分子 不会 比如说很国外的那些比赛 他们说 那我们都不去了太远了 我们电视上看你吧 国内的话 他们去 就是重点不是看比赛 是跟那些家长一起聚餐 我比赛还没结束 他们就不去玩了 你的父母能够了解 你现在对于亚运会 对于奥运会的那种 渴望跟安排 他们也很释然 对 他们现在可以接受 那你现在对于 比如亚运会 对于巴黎 你有什么想法吗 亚运会首先是因为 在自己家门口嘛 而且我非常享受 就是在主场的那种 比赛的感觉 那种色違 因为之前在上海市里赛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热烈 一出场 全场都在为你呐喊 那种感觉 充满激情 所以亚运会 你说不想拿冠军 是不可能的 我肯定是有这个 憧憬和期待的 但是对于结果 其实拿第几 我都能接受 但是我很渴望 我也会想要去冲击 因为现在恢复的 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重点去 主攻200蛙和200混这两个项目 但如果是巴黎奥运会的周期 我可能会慢慢地想要把400混再捡起来 因为我始终觉得400混我是有更深的潜力的 但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确实现在这个年龄去游400混这种铁人项目 它是需要有一个很强的有氧的底子 还有很多强度的机会 因为这个事情的出发点是 我想做 我热爱 那我就要以自我为中心 只需要去承受我对自己的要求就可以了 大家对我的期待也好 关注也好 我很感谢 但是我还是做自己 你不会把这些变成自己的一个压力 不会像以前小时候 你会觉得 我如果没有达到你们的期许怎么办 不会再有这样的压力 不会再有 因为我觉得拼命全力 我就对得起所有人 巴黎是终点吗 或许巴黎之后的全运会 我还会想要再冲击一下 或许巴黎就是终点 你最近说突然有点伤感 但是总要离开的 不可能说一辈子都在这个事业当中 因为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我当下觉得我还很热爱 那我就去做 如果哪一天我觉得 我好像有那条路 已经很满意了 已经到位了 那我可能就会选这个推出 有可能 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说 一心去做很多件事情 可能你在经济体育这个领域 你就是得要专注地去完成 你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暂时觉得 它现在是首要的 那我就先把训练放在第一位 所以我个人的人生 是在我的巴黎这个周期结束之后 对 我开始新的人生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机会 你会去选游泳吗 那我还是会选游泳的 我觉得这条路太精彩了 那我选多少次 我都会选多游泳 其实我有时候看到你 就会想到比如说就是张家琪啊 然后全红缠纳他们 他们未来会不会也经历 像你经历的那个这一切 我觉得一定会有这个过程 而且特别像他们这个项目 其实竞争很激烈 而且他们这个项目 是要比我们更加严格 不论在生活上面训练上面 但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纪 就是可以放开去拼 不要去计较输赢 不要去担忧任何的结果 那比如说如果永迷 想现在祝福你的话 那如果对你最好的祝福是什么 就是小燕你好好享受比赛 如果对十年以前的自己 和对十年以后各说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 对十年以前的自己 我其实想说小燕 你不用担心就是眼前的这些困难 或者说境遇 因为你未来一定会过得很通透的 对十年以后的自己 我其实就想说好好享受生活吧 因为前些年太辛苦了 12年 24年 12年 整整三个周期 每个周期 我觉得自己都在不停地成长 而且你的未来 关键是还有很多 内知 很多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 像开一个盲盒一样 如果有一天不游泳了 你会做什么 有想过开一个咖啡厅 像这样的 就是自己冲冲咖啡 除了有我热爱的事情以外 我可能是更倾向于一个 比较爱躺平跟白烂的人 因为人生嘛 你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来体验和享受的 那既然都拼搏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不好好享受生活 所以我可能之后会想做的事情 还是会更悠闲一些 那还只有可能有什么咖啡店 豆奶是将大豆通过技术创新 充分研磨 保留大豆营养 最终成就了一杯好豆奶 如有约一日行提醒您 豆奶牛奶患者喝 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同时吸收 营养均衡 守护您的健康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熟悉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 参与鲁友 愿意日行话题好论 增向你的观后感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上优酷视频 搜索鲁友约一日行 观看节目 完整视频 上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 搜索鲁友约一日行 观看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上凤凰网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新闻 网易号腾讯看点 半导都市报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综艺网 头条娱乐 查看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下载 Zaker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腾讯看点 嗨员APP 小员APP 志愿APP 或许本节目 更多信息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 上好看视频 看鲁友约一日行 和竹芒一起看 鲁友约一日行 与人生美好有约